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如這個圖 小賢老師針對全班每位學生調查畢業旅行 最喜歡的旅遊地點 有西頭、墾丁、清靜跟太魯閣 昆北做出這個圓餅圖跟這個長條圖 但卻不剩弄髒了長條圖的一部分 這一部分被弄髒了 試回答下類問題 我們看第一個問題 若調查結果為最喜歡墾丁的 這墾丁的人數最多 那全班共有多少人 我們看這兩個圖是一樣的 首先我們看看 最少人的是哪個 是清靜 清靜的話這裡最少 這個圓餅圖這裡最少 所以清靜的話就是兩個人 假設我全班有N個人 N個人乘以6.25% 我就6.25% 這個就是兩個人 那這樣我就可以算出總人數來 N的話就等於什麼呢 200除以6.25% 那這個我們把它算一下 這個200除以6.25%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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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班總共有32個人 那我們看看這個 所以這是32 再我們看第二小題 他問說 層上面這一題 選擇墾丁的人數最多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 現在的話 這個是幾個人 這四分之一的話 這是25%是四分之一 4832 這個是8人 但是問題是 太魯閣是10人 所以太魯閣一定是 這兩個之中的一個 但不是最多的 因為肯定是最多的 另外一個的話 這也不是肯定 這可能是西頭 西頭八個人 然後呢 太魯閣 這是10個人 剩下的 這個是兩個人 剩下的最多的 才是肯定的 所以32人 扣掉多少 扣掉這裡幾個人 扣掉20人 這裡是 8加2 加10 所以是12人 這是20 32-20是12人 12人最多 所以 選擇肯定的 總共有12人 總共有12人